大家好,我是洋美国中张正敬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做数学的线上课程 单元是七年级下学期的统计与统计图表 那有的同学呢,你这个章节其实你已经学过 在第一次段考,你可能已经学过了 那有的同学呢,你是在第三次段考才要学到这个单元 那已经学过的同学你可以当做一次复习 因为会考在这统计跟统计图表里头 其实近几年也增加了很多题目 然后呢,还没学的同学呢,你就要认真听 这个单元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好,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就先来一个数学的小 趣味数学的小问题 那同学可以看到,这个题目是源自于 1981年柏林德国逻辑思考学院 的题目,那据说是98%的收视者都无法解题 那他这一题是要问说谁养鱼 那他这个题目有一个前提 就是有五间房子 然后五间不同颜色的房子 然后呢,这个五个屋主的来自不同的国家 然后屋主呢,五个屋主都养五种不同的动物 喝五种不同的饮料,抽五种不同的香烟 那当然这边我们是不鼓励各位抽烟 然后抽烟对身体不好,那只是题目的设计而已 好,这就是前提 就是有五种颜色房子 然后住着五种国家的人 然后养五种不同的动物 然后喝五种不同的饮料 抽五种不同的香烟 好,这是前提 那前提我们就看一下他接下来讲的是什么 他有15个提示 好,那各位可以把这个15个提示 你可以截图或者拍下来 好,等一下你就可以试试看 去做做看 英国人是住在红色房子 瑞典人养一只狗 丹麦人喝茶 绿色房子在白色房子的左边 那这边我们会先界定就是从屋外看过去 就是绿色是在白色左边 不是屋内哦 屋外看过去 那绿色屋主喝咖啡 然后抽这个香烟的屋主养鸟 然后黄色屋主抽这个香烟 然后位于中间屋主喝牛奶 挪威人住在第一个房间 抽Bland的人住在羊猫隔壁 羊猫人家隔壁 羊马的住在抽这个牌子香烟的隔壁 抽Blue Master的屋主是喝啤酒 德国人抽Prince 挪威人住在蓝色房子的隔壁 喝开水的人家住在 抽Bland的隔壁 好 这是15个提示 那其实这个跟统计也有点关系啊 就是你要做一个表格 去推测所有的可能出来 那你可以去想想看 然后我们在接下来课程中会穿插 然后来告诉各位答案是什么 好 那答案我们就先不公布咯 就是下一次再公布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五之一统计图表 那先来看一个学习前哨站 就是先介绍 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夜市十大美食 有没有 然后他就用长条图的方式 那我们就一看就知道 哪一种是最热门的 铁板牛排 然后再来臭豆腐 再来那个雪花冰 豆花 卤味 鱿鱼 鱼 耳朵煎 肉羹 串烧 葱油饼 那你就可以看到 大家最喜欢的是 所以用图表方式 跟用文字的方式来看 你看这用文字的方式 跟用图表 是不是图表比较吸引人 而且图表也一目了然 可以看到所有的 这样子有不同的差别 好 我们来看他要问什么 他这个问题是问说 请问你 根据十大美食排行 排行表 那请问你是甜品类的美食 有几个 有几个 那这边他这边没有标示 我们回到上一页来看看 好 甜品类的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应该是所谓的甜品 应该是指的是这一个 雪花冰 还有豆花 其他应该都不是甜品 牛排 臭豆腐 乳味 鱿鱼 鵝鱼 煎肉 跟串烧 葱油饼都应该不是 所以他这边讲的 呃 他这边讲的是那个 好 他这边讲的是 如果是如果是 如果是那个 我们跳出来了 好 我们再重新播放 OK 我们就回到这边来看 那 甜品类的应该是两个吧 那如果臭豆腐要增加多少票 才能变第一名 那我们就可以看这个表格里头 可以看到 第一名的是牛排 牛排你可以看到他大概是 如果按照这样看 应该不到五千票 大概接近在四千九百票 我们可以大概估他应该是四千九百票 那 臭豆腐你可以看到 他介于三千票到三千五百票 中间所以是三千 两百五十票 好 那要增加几千票 增加一千票还没有超过四千九 所以应该要增加两千票 好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增加两千票 哎 两千票 OK 所以在图表里头 你就可以做一些分析 可以做一些比较跟分析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接着我们就要看原型图 原型图就是我们常常看到 像你生活支出啊 他这是小方上月生活支出的原型图 然后三万块 总支出是三万块 其实现在很多的那个手机里头 也有一些记账软体 他最后一个月也可以呈现这种原型表 啊 原型图来给你看 啊 那原型图 你就可以去做比较 我可以知道说 哎 我房租占多少 啊 我房租是占百分之四十 那我饮食占多少 百分之三十 然后我就可以去做一个比较说 哎 我是哪一部分占的比较多 下次是不是要节省一点 所以交通占百分之十五 以此类推 好 那 那基本上我如果现在要回推说 我的房租到底是多少钱 就是你总共的全部的三万块 这里三万块 去乘以你的百分之四十 好 那经过约分就会得到一万两千块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我的房租是一万两千块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回推到你原来 除了他可以分别做比较之外 那也可以 如果我知道总支出的话 我就可以回推我原来应该是多少 好 那交通会支出多少 这个问题来我们看一下 三万块嘛 对不对 然后交通是占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五 所以我乘百分之十五 那约分这个约掉一 这边就约掉两个零 所以呢就会变成三百去乘以十五 所以是四千五百 所以我就知道交通是占四千五百 所以这样都是可以回推回去 到底实际占多少 也可以去做比较 OK 好 接着我们就回正规到这一张了 就是五之一统计图表 五之一是介绍统计图表 五之二是介绍统计相关的分析 那统计图表里头 他有生活中的统计图表 先介绍生活中 生活中其实常常见到很多统计图表 包含你最近那个COVID-19 你可以看到很多电视会播放说 他的指标啊 或者是折线图啦 然后或者直方图啦 甚至长条图啊 都很多的方式去表示最近的状况 那接着第二个就是列连表 列连表其实我们生活中常常用到 只是我们同学们可能不知道 那叫列连表 好 那接下来就是次数分配与直方图 好 我们这个章节会用 以这三个主题为主 好 第一个就是生活中的图表 这个是PM2.5 同学最近大家其实都很在意PM2.5 就是空气中悬浮粒子的污染 那这对人体会造成一些伤害 长期会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现在有一些手机的软体 他也会告诉你 你那个地区今天的PM2.5 空气品质是如何 那紫色就是代表很严重嘛 依照颜色来分 这就是纸爆的空气很不好 所以这是我们生活中 其实常用的一个图表啦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去统计说 哪一部分的污染是最多的 好 同学你有看到 右上方这边是一个圆柄图 或者叫圆形图都可以 因为它做的比较立体 可以叫圆柄图 好 那它是双层的 有没有特别 那用这个图看起来 是不是就比较清楚 跟如果我用这个文字来叙述的话 如果只用这一段文字来叙述 从这一段开始到这里 去告诉你这个讯息的话 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清楚 应该是这一个比较清楚 图表是不是 所以图表它会有它 很好分析的一个好处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移动污染 还有工业污染 还有其他污染 还有工业污染 你可以看到它的占比 占比大概都在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部分 都是三十几% 那我们可以再去细部看 移动污染大部分是什么 就是机车跟汽车 还有大货车 那你会发现 其实在这大货车是占的比较重 因为大货车大部分都使用柴油 所以它我们也可以以后可以去着手 我们如果去改善这个污染 然后工业污染 大概在金属制造 然后造纸这边 这比较多 还有电力业 这个部分是污染比较高的 像那个可能就是燃煤 这些的污染 可能就是电力业的这边 所以也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改善 然后其他污染就是餐饮业比较多 看得出来就是餐饮业造成的污染比较多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鼓吹就是做一些轻食料理 不要太过分的料理 然后简碳的生活 好 这个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用图表的方式比用文字的方式更清楚 可以更让人家抓动目标是什么 就重点是什么 好 这就是图表的好处 那国小的时候是利用分割 就是分割成100份的圆形来绘制圆形图 然后来呈现各资料的百分比 就是百分之多少 可是实际上你的圆形 就是实际上圆形图是比长条图跟折线图 更容易看出各资料之间相对的比例 那可是我们要怎么去画圆形图 其实是靠的是这个度数圆形角的度数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会教各位如何去画 去算出度数去画出你的圆形图 去画出来 好 那接着我们就来看 这是国中立体一 这是一个国中的数学 而这是会考的作文成绩 那你可以看到五级分 一级分的有五个 两级分十个 三级分四十五 四级分八十 五级分是四十六级分是二十 合计两百人 那我们要去怎么算呢 基本上你要先去算五级分的 就是一级分这五个人占全部的百分之多少 也就是把五去除以你的总数 两百 那你可以看 就是你该级分的人去除以总人数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比例 如果你把它换成百分比的话 就是百分比率 那再去乘以你的三百六十度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圆心脚应该要几度 好 同学大家这样知道吗 好 我们就来试做看看咯 那接下来老师把它表格做出来给你看 那我试算一个给你看看 你就会清楚 比如说 一级分的是有五个人 那我全部的人数是两百 所以呢 我可以知道它是占百分之二点五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除法做的话 就是零点零二五 那你也可以写成百分之二十五 二点五 百分之二点五 这样子写 好 那有的人会说 如果这边是写百分比 你就是写二点五 百分之二点五 那如果写比率 就不一定要百分比 就是只要我知道比例是多少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是 好 约分完是四十分之一 四十分之一 你看这个 这个百分之二点五 约分完其实就是四十分之一 好 同学应该会吧 那我把它试做一次 百分之二点五 就是千分之二十五 约分完 一跟四十 所以是四十分之一 好 所以同学这样应该清楚了 所以你如果说是比例的话 你可以这两个都可以写 如果是百分比的话 你只能写这个 好 那算出来之后 我就是三百六十度 去乘以我的百分比 就是二点五 百分比 或者是你可以去说三百六十度 去乘以四十分之一 也可以 那你就会得到这个度数 这约完一跟九 所以应该是九度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比例来讲的话 你可以写四十分之一 然后这边是九度 好 我们来看看答案是不是这样子 那你写二点五 百分之二点五也可以 那如果是百分比 再次强调 如果是百分比 这边是写百分比的话 你就要写二点五 百分之二点五 如果写比例的话 这两个都可以写 好 我们看一下答案是不是这样 好 接下来就重要了 每一个我们都要做吗 就是这样子重新做一遍吗 其实是不必的 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小技巧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 就是这里是两倍关系 它是不是两倍关系 二级分的人数 一级分是五人 二级分是十人 所以它是两倍的人数 所以它的比例应该会是怎样 两倍吗 所以应该是四十分之二 也就是多少 二十分之一 所以这比例应该是二十分之一 那人 角度呢 应该也是两倍 所以这是十八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 去推估 去推出来 所以这里应该是二十分之一 这是十八 好 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技巧 不断的去做一个推论 比如说我可以再去推论说 比如说这里 跟它的关系是九倍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里应该是多少 就是四十分之一的九倍 四十分之九 那度数呢 就是原来九度的九倍 所以是八十一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去推估好 我就会去推这一个 这里到这里 两倍关系 所以这边应该是二十分之一 就是二十分之二 就是十分之一 然后这边应该是它的度数的两倍 三十六 十八的两倍 然后同样这个就是它的 这里又是两倍关系 它变成它又是两倍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边是五分之一 十分之二就是五分之一 这是五分之一 然后这边应该是七十二 那再两倍 这再两倍 再乘以两倍 所以是五分之二 这边是一百四十四 七十二的两倍 一百四十四 好 所以同学有没有看到 其实我做完一组 其实有的都可以用推论推出来 不一定要每一个都重新做 你推论的速度就会很快 这四十分之九 八十一 这五分之二 一百四十四 五分之一 七十二 十分之一 三十六 你看是不是全部都做完 所以不一定要每一次都把这个再做一遍 这个不一定要每一次做一遍 你可以做完一个之后 有可以推论的 你就可以推论出来 这样的速度会比较快 同学这样 学会了吗 OK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下一个 所以就把它画成一个圆形图 那一级分的是九度 二级分十八度 不过通常这边我们都会写 比如说写四十分之一 二十分之一 或是二点五 写成二点五或者百分之五 会比较常见 比较少写度数 度数是因为我们要画图时候使用的 好 那 接下来这个就是他前面讲的 前面刚刚他示范画完之后给你看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 那你可以去算出这一个吗 同学你可以先按暂停 然后试做看看 看你可不可以算出来 好了的时候你就再按播放 好 我现在就来讲解了 所以你看 我就会先这边发现这是乘两倍 所以我知道这边占比应该是九分之二 因为这一组已经算完了 所以我可以用推论 所以这度数也是两倍八十 然后这个变他要乘几倍 乘二分之三 好 二分之三的话你的 你的比例也是乘二分之三 九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三是六分之一 然后这个乘二分之三 四十度乘以二分之三 就会是六十度 好 那再来三十跟十五是不是变成除二分之一 呃除除以二 除以二 这边变成他的时候 是不是除二 除二的话这边应该是十二分之一 六分之一再除以二 就乘以二分之一 然后这边应该是除以二 乘以三 就是除以二就是 就是三十 那接下来这个你就可以发现 这里是不是乘上五倍 十五跟七十五是不是乘五倍 所以这边应该是十二分之五 然后这边是五倍一百五十度 好 所以我就把全部都做完了 从一个 从这里可以去推论 去推论其他的 好 所以同学也可以善用这技巧 那比例上的来讲的 比例就是百分之百 全部嘛 或者叫一也可以 那度数的话就是三百六十度 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一三百六 就会一样 好把清除掉给同学看一下答案 所以技巧上你就是可以用倍数的去推论 这样子会很快 好同学们这样会了吗 好你可以试做看看 好接下来就是把它画成一个圆形图 那通常考试 基本上正式的考试 基本上是不带两角器的 除非有特别说明说可以带 好像会考试完全不可以带两角器的 好 那我们如果考试的话 他一般都会给你这个圆形图 然后这边帮你切割好 切割好呢 就是他刚好三十六等分 然后一等分就是几度 这一个扇形的 这个角度应该是多少 圆形角应该就是十度嘛 所以这样子就会方便你画 你就可以画这两条线 然后这边就写音乐四十度 或者是写九分之一啊 这样的方式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四十度 那接下来阅读呢 阅读就六十度就六格 运动就是八十度 八个扇形 然后上网是一百五十度 就十五十五个扇形 然后其他就是三十度 三十个扇形 呃就是三个扇形 因为一个扇形十度 好所以这样就完成了 所以你就是把这些线画出来 然后写好 这个区域是什么 上网 然后你可以写一百五十度 也可以写几分之几 十二分之五 让人家看 好这样子圆形图同学们 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好接着我们就来看 这个 好你也可以先按暂停 然后试做看看 然后做完之后再按播放 核对看看 你可以自己试做 才会确认自己到底会不会 好他希望你把这个折现图 转换成变成这个圆形图 我们就可以去看比例的问题 那第一个你就要先把这所有的加起来 四十三十五就是总收入 总营业额把它算出来 好 就是三百六 那接下来你就要去算每一个的占比是多少 比如说七月份是四十万 好 那总收入是三百六十 所以他应该是九分之一 好 那九分之一我们要换算成圆形角度数 所以他占整个圆的九分之一 所以乘以九分之一 所以他是占四十度 所以你的画法上就是画四个 四个扇形 然后这个是七月份的 我把它清掉一下给你看一下 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 四个扇形七十度 就跟我们刚才算法是一样 那八月份的也是算出来三十五度 三个扇形 三个半扇形 然后九月是八十五度 所以是八个半的扇形 然后以此类推十月六十度 十一月五十度 十二月九十度 好 那这样就完成了 你的做法就是把这些线连起来 然后代表某一个月 好 这样同学应该会了吧 你可以自己画画看 有课本你可以打开来对着画画看 没有课本的同学 你可以自己用原规画出是个扇形 只是度数你可能真的就是要用两角器 但是正式考试应该都是会给你这个 圆形 然后分成三十六等分 然后一格十度 所以你放心 OK 接下来就是绘制 我们刚才讲了怎么样去绘圆形图 现在就要讲怎么绘制折形图 那这个是一个合作社上半年的收入跟支出的表 请你画出这个收入的折形图跟支出的折形图 所以你这边应该会画出两条 好 我们看一下画的方法是怎样 那你横轴就应该就是月份 123456 横轴 纵轴就是你的收入 那收入呢 基本上这边已经跟你讲它是万元 有没有看到万元 万元 好 那你就是你可以五万十万十五二十 因为你这边有五万的部分 所以你有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 但是你的五可以不用标了 你就是每十来标一次 大家都看得懂 好 那你的画法呢 这边你看到没 他用了虚线跟实线来画 那为什么用虚线跟实线来画 因为一般你如果是彩色的话那是最好 可是有的时候你影音不一定是彩色的 所以呢 他用实线跟虚线来做一个区分 就比较清楚一下 那他的点你有没有发现 他用一个正方形的点 一个三角形的点 也是做一个区分的方式 所以当你有很多资讯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表达跟人家讲的时候 你要为了清楚 你可以用一些像这些技巧 用正方形 用三角形来标那个点 然后人家就一看 这是代表什么 好 那接着就来看怎么画了 那一月是十万 所以你应该是怎样 去标出一十这个点 有没有 所以应该标在这里 有没有 一十 然后呢 二月是二十五 所以应该在这里 好 以此类推 你就是把其他点都标出来 然后呢 连线起来 好 把这连线起来 这就是你的 这个合作社的收入 收入的折线图 有没有 好 收入的折线图 那支出也是一样的方式哦 依照同样的方式 你就去画出支出的折线图 然后这样子 你看是不是就很清楚了 我就知道实现的是支出 虚线的是收入 然后他用方块的点 跟三角形的点 来做一个区分 会比较清楚明了一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 Excel的教学 如果我要画的时候怎么画 好 我已经帮你做好了 首先你应该要先打好这张表 我先把这个图画删掉 然后你就要打好这张表 打好之后呢 你很简单 你只要这样子用右键 按着左键 这样往下拉 把要的区间把它拉出来 然后按插入 插入 然后你这边就有一个图表 按右下 基本上 Office大部分都是这样 你可以稍微找一下 都是可以找得到 那2016 2019 老师这个是2019的Office 所以你可以去看看每一家 他可能稍微放的地方 就是每个版本稍微放的地方不一样 那我们这边就挑折线图 你可以挑这里 好 我就挑这个 好 OK 我让你确定 他就帮你画好了 没有很神奇 这边而且用颜色 当然他这边都用圆形点 应该他有其他的选项 是有不同的点 你可以去做参考 而且他这很好 他这个如果你数字更改 他还是一样会变动 他一样会帮你去做变动 你看这边就变动 有没有 所以同学 你就可以去学习用Excel 也可以画画看 然后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一个统计图表的方式 所以一定要练习看看 不然你都会忘记怎么做 好 那这个部分 Excel的教学 我们就先到这里 后面还会有 好 就先到这里 好 所以你就可以用Excel 也可以画出来 这个 当然自己手绘也是要绘画的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 游历题二 我们可以观察说 一月是支出大于收入 呈现亏损 二月起就是游亏转移 五月收入最大 也就是五月获利最多 我们回去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边 这边一月的收入 一月支出比较多 收入比较少 这边 我们可以发现 这边 所以你这边是亏本的 所以有时候看报表 就是好处在这边 一看就知道 这亏本 这边赚钱 这边赚钱 这边都赚钱 收入大于支出 有没有 这边都是赚钱的 然后这边也赚钱 然后这里赚最多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两个差距最大 他差距了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差了四格 对不对 四格 那一格是五万 一格是五万 所以这边他就赚了二十 我们一看 赚了二十万 一格是五万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里他赚了二十 好 所以图表的好处就是 我很快的人抓到说 到底盈亏的部分 到底收入的部分 是差距在多少 好 那接着这个就是 这个游乐园的 那就给同学 稍微自己练习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哪几天女生入园 入园的人数 是超过男生的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哪几天是超过的 好 你自己试做看看 那我们下次 再来解这一题咯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咯 那同学 一定要好好回去复习 甚至你的ECL 也可以打开来试试看 做一些基本的统计 好 今天上到这里咯 拜拜